8月7日消息,近日又用户发现,支付宝APP内竟然出现了五者拼团窗口,虽然支付宝方面没有做过多说明,但是矛头直指拼多多已经在明显不过,支付宝上线拼团根据相关页面提示, 支付宝的拼团也有时间限制,在每日9点、14点、19点开拼,据悉,支付宝的拼团窗口是与淘宝合作推出,商品全都来自不同的淘宝店家,还盖了日用、食品、服饰等十多个品类,在拼团价会比淘宝价格更低,很多甚至都是在大五折的降价幅度。 不仅如此,支付宝还跟淘宝间打通了订单查看和会员系统,再结合淘宝越国用户已超过4.3亿,支付宝的用户也达到5.5亿之多的体量。 可见这两大平台联手发力拼团电商,会对该领域带来多少冲击? 对于货品质量问题,淘宝方面已经表示,拼团不等于假货。 最了解,淘宝和支付宝将会合作,其中淘宝将会提供2000人打架团队,配合其打架技术和措施保证货品质量。 同时,支付宝的信用体系,也能为这里假货提供帮助。 淘宝、支付宝、京东等全力维养。 拼多多今年3月,淘宝推出淘宝特价版,宣布要做消费分级。 这个APP跟拼多多一样都是商品导向型,首页推荐都是一些低价且成团帅高的商品。 如9块9线时抢购,包款等级付有冲击力。 今年6月,京东上线了一款名为,京东拼购的小程序。 官方介绍着,京东拼购是基于京东商家,利用拼购营销工具。 通过拼购架及社交玩法,刺激用户多几分小略变,实现商家低成本颖留级用户转化的一个工具,主打低价不低质概念。 京东拼购小程序那不仅开设了旧地酒员包邮的窗口,更有一些商品拼购架低质一元。 另外,网易还在2017年,就推出了网易一起拼,严选一起拼平台。 目前,网易的拼购平台包含数码、服装、鞋包、芝加等商品品类。 here we go here we go